保护率高 其实呢 我们干涉车都知道 保护率呢 不算特别的好 而且呢 保护是越贵的车型 保护率稍微啊 越惨淡一项 今天的朋友说一项车 11年是买的保护的七系 咱们也来看一看 当年可是上百万的车 保护的七系740 二手能值什么样价格 这么一个价 开了11年 值还是不值呢 朋友们 咱们走着看看这车吧 这是一台 2011年上百的保护的七系 配置方面 是属于2011款 740 还有领先行新车指导价 118万 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保护的七系 向来价格呢 都是不便宜的 这个指导价 我也问了车主了 我说当时总共优惠多少钱呢 不可能落地120多万吧 结果呢 车主说当时呢 总共是给它优惠了 只有7万块钱 都是价格相当于是在110万 落地已经是超过120万了 光保险就花了4万块 这是它的保护的车标了 蓝天白云 真的能看出来 这个车 确实当年是特别值钱的 3.0T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326匹 变速箱 则是一个6ET的变速箱 对 它并不是才F8ET 而是才F6ET 轮轮呢 我们来看一看 已经是有些磨损了 总共是跑了17万公里 一年是在个15000公里左右 对于这种稍微用车来说 它的重距数并不多 全车全部都检查过了 轮胎都是应该换了的 4条马庞的轮胎 这个轮胎造价呢 不便宜 1100块一条 这个车的话 我给大家说说 这辆车一个整体车框 全车刚才对它进行的仔细检查 是有四处盆漆 前杠 左前击子板 左后门 外加一个后部箱盖 其余的话呢 都是原车漆 别看这四处 整个一个车 其实还算是比较的好的了 车主我也问他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卖掉这辆车呢 车主是这么说的 也是开了11个年头了 这个车确实比较精彩了很多 但是现在呢 不得不把它给卖掉了 这个车的话呢 整个一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咱们接下来看一看 它的一个内饰是什么样子吧 内饰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双色一个大拼 这个是叫做干翼色 干翼色呢 放在这个宝马上呢 这个是显得特别的高贵的 这个车黑色的一个中控式板 整个车冒上去 全部都是软的材质 宝马7型的比宝马5型 整个油造价呢 要高很多 你别看它内饰 长得差不多 左边呢 是关于定度冰箱功能 右边呢 就是调节它的音量系统的 这是它一个 多功能方案盘的 挡霸呢 也是击推挡霸 6AT的一个变速箱 其实化妆逻辑平时性呢 也是做的很不错的 半夜镜的一个夜镜仪表台 这个车看上去呢 整个一个豪华程度呢 也是做的可以 第二排双距通风双距加热 并且是个100多万的一个车型的 后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小电视 这个电视的话呢 现在来看已经是有些破时了 影响 车主没有选BU的影响 也没有选宝花尾键 这是它的一个发动机 30T的发动机 300多匹马力 轴距呢 已经是有3米2了 第二排我们做一些 不会有任何鸡腿的 后备箱呢 还有足独立的这么一个 电位没的功能 但是它的后备箱容积呢 并不算特别大 只有500多升 最后呢 就这辆的车 它也一个整体价格 大家感觉现在卖掉 还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朋友们 这车呢怎么看完了 现在这车报价呢 是再一个啊 17万多 老体没感觉如何呢 如果要730的话呢 一年已经卖了个12万多 11万多这么一个价格 整体来说呢 赔赔赔很多的 基本上相当于 到现在一个旅途 它一个车型的话呢 整体一个质量呢 还算是可以的 730的那个车质量呢 不如740 老体没感觉如何呢 花上一个十几万啊 其他一首付呢 五六万块钱 就能买到这么一个 当年上百万的宝马的气息了 老体没感觉值吗 这个价格又怎么样子呢 朋友们 你去买多了